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把中国视为朋友 预计中国会对哈马斯的行动做出更加强烈的谴责 他还声称 目前还有人在大街上被杀害 因此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 尤瓦尔还提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的消息 他声称 相关的行程原本被安排在今年底 但由于这次的巴以冲突 不确定访问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 尤瓦尔还强调以色列和中国有着良好且稳固的双边关系 两国还在各个领域有着友好合作 以色列驻华大使潘吉瑞 则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表示 以色列期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战争 以色列驻华使馆也发明称 以色列感谢世界上所有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国家 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在这个困难时刻给予以色列声援和支持 可以看到 在着手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 以色列在外交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 而且点名要求获得中国的支持 不过这倒是没有出乎大多人的预料 毕竟以色列在这次的冲突一时就遭到了重大的失利 现在必须调动一切能调动的因素为自己创造机会 中国作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被以色列找上门来其实并不意外 不过在以色列方面的表态中 还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拎出来讲 一是内塔尼亚胡访华的问题 二是拒绝推动两国方案 内塔尼亚胡的访华其实在前段时间就有过消息 而且是以色列方面主动放出来的 因此也不算是空穴来风 然而中方却没有证实这个行程 中国外部发言人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也表示 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综合看起来双方可能还在就这个行程进行磋商 并没有完全定下来 这次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副大使尤瓦尔 算是证实了内塔尼亚胡的访华 确有其事 有一种看法是以色列方面当时放出这个消息 除了想加强以中关系 还有一点就是给美国使脸色 因为美伊两国一度因为以色列的司法改革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以色列可能是想通过访华向美国释放一个信号 即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外交方向 不必看美国的脸色 然而在巴尼冲突后 内塔尼亚胡访华有了新的意义 众所周知 中国和巴勒斯坦方面是能说得上话的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也在今年内访华 以色列如果想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是不可能绕开中国的 相反以色列可能会更加主动的接触中国 目的就是在巴以问题上寻求中国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看 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在反华上更加主动 此外就是以色列方面表示 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 要知道落实两国方案是中方正在明确呼吁的事情 中国外面部在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发生后就指出 落实两国方案是和平的根本出路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也在安理会上明确指出 巴以局势持续恶化的原因之一 就是两国方案没有被落实 毫无疑问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足够明确的 这也是中方长期以来的基本看法 但是现在以色列却表示 目前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拒绝了中方的提议 如果说以色列现在是用冲突当借口 拒绝落实两国方案 那么在局势比较稳定的时候 以色列又是否愿意坐下来解决问题呢 说到底 以色列不断扩大非法定地点的行为 其实已经表明了他们真正的态度 以色列一直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以色列是否能如愿寻求到中方的支持呢 结果我们都清楚 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 和袭击始终站在正义和功力的一边 不可能做选偏战队的事情 对于巴以冲突 中方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以色列就没必要在这方面费心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